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金家仁每日專題時政 我們這些覺醒者真的很清楚 香港現在的經濟狀況 未來經濟前景不好 其實我們都心知肚明 但是坦白說 其實很多人幾年前 不是這樣看的 而且到今時今日 到現在 仍然有一群非常相信國家 又或者覺得香港 經歷了百多年的香港 不會死的 不會沒有生氣的 一定能夠重新 再一次復甦 展翅高飛 這種 稍為邏輯或者有這種主觀願望的人 其實還有 不多 一小部分 坦白說很多商家 或者是金融投資地產界 在這兩年陸陸續續都已經清醒了 不單止是香港人 鬼佬也是 最近 有一位 身份很特殊 是鬼佬 他的名字叫做 史蒂芬 羅奇 羅奇 這位鬼佬的身份很特殊 他曾經是摩登史丹尼 亞洲區 首席 經濟學家 現在就 不是了 只是前 但是他的影響力 絕對不小 我看回這些紀錄 他從2015年開始 我找到資料 較早之前也應該是唱好的 他不停唱好 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發展 在2017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中國的GDP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厲害了 開始向下走 而且以前又說補8 補7 到了2017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預測到中國經濟開始放緣 一般來說 GDP有6% 已經非常之好 但是 2017年的時候 第二季 中國的GDP 到了6.9% 我不明白為何不寫7 當時羅奇也出了很多文章 就說 中國的經濟絕對不會硬著綠 而且 聲勢各方面都會向好 甚至乎到了2023年的時候 剛剛 疫情完結了 開關 已經很明顯了 羅奇 被中央邀請了出席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2023年 一個叫做經濟峰會 還要在北京舉行 這個峰會在2023年3月25日舉行 你想想 這個人是否重要 中央竟然 一 開關 疫情一完結就請他來 造勢 而且 那麼 羅奇在那個峰會那裡有演講的 他也說 當時秦剛也還在 他也說 很看好 中國疫情後的發展 接下來 2023年 中國經濟一定會有 持續向好 有一個經濟反彈的 情形出現 可以隨時找回 2023年6月之前 他對中國的經濟展望和看法 都是持續向好的 直到 2023年8月之後 他說的話 就開始不一樣了 而2023年8月後 很明顯是因為恆大 宣佈破產 他的 看法 就沒辦法不面對現實 當然 他其實從2021年開始 他都已經覺得中國的領導人 再繼續 運用他的意識形態 去 他 干預一些私營公司的發展 未來就有很大影響 現在 他的看法就已經 完完全全確認了 就是 香港已經完結 為什麼香港已經完結 因為 基於三個主要因素 就是 由2019年之後 這三個因素出現了 所以他認為 Hong Kong is over 他的文章 題目是這樣的 我很痛苦地說 香港已經結束了 It pla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 羅奇說 香港 是他曾經稱之為家 視之為活力堡壘的城市 但是在過去25年 他擁有世界上 表現最差的主要股市 恆生指數 1997年 主權移交後 基本持平 僅上漲約5% 他的意思就是 現在我們香港的股市低迷 相比起1997年的時候 你可以說 上漲了 升了5% 老實說 他這樣說 其實有些無線 因為我們曾經股市 去過高峰 都去過30,000點 是不是 但是 因為這幾年 沒錯 其實他說的幾個因素 絕對令股市 下行 確實 我覺得他分析得很獨立 當然 如果說這三個原因 你我他 其實很多人心裡都知道 但是他就把我們香港的股市 跟 跟美國標準普爾 即是跟美股比 500指數比 美股由1997年到現在 是升了四倍的 不過很坦白 我還是幫 我們偉大的祖國說兩句好話 美國美聯儲印了那麼多美金 就不停派展 那麼 美股當然是升了 很多小粉紅 或者 就是 香港僅餘的 藍絲 他們會用這個 反駁的借口 反駁隊 但是事實上 1997年到現在 中國政府都印了很多錢 單單單單是近這三年都印了50萬億 最新一年的數字就未公佈 但其實都可以看到 肯定繼續印 好 羅旗認為 香港的消亡 是三個因素 而這三個因素 是有一個共同作用 互相影響的 包括 第一個因素 本地政治 本地政治 第二個因素 中國因素 以及 中美關係 一切 跟 都在政治 這件事其實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對不對 我們全部都知道 個個都知道 但是 香港經濟差 是不是中央想的 這件事 我想香港人真的不知道 因為以前的說法就是 整差香港的經濟 拉高上海的經濟 很簡單 怎麽 可以令到香港和上海 比較 是接近一點 不要一個太高一個太低 很簡單 拉高低的經濟 拉低高的經濟 所以這種說法其實在國內 流傳了很久 當然也有海南島 也有深圳 諸如此類 但是 重點也是 要把香港的經濟拉下來 不要讓國內人 令到他們覺得香港很特殊 不要讓國內人認為香港 是有特殊的地位 不可以讓國內人認為香港是中國的樂萬帝 到了2019年 發生了逃犯條例這件事之後 中央甚至乎直接認定香港是顏色革命的基地 多謝一些 泡泡和 港共官員 到最後 中央早就已經定了香港 是顏色革命的基地 而發動 這些顏色革命的 是中產 是的 他認為那些遊行示威的人 小市民 全部都是被中產煽動的 不是開玩笑 這是真的 好了 我這樣看而已 那羅琪又怎麼看呢 羅琪認為三大因素其中一個就是本地政治方面 他怎麼說呢 主權餘交後20年 政局是比較穩定的 中共政府 是一個被動的老大哥 他說的被動老大哥就是中聯辦 但是 羅琪就點名 直到2019年到2020年的時候 時任特首林鄭月娥領導下 錯誤提出了與大陸引渡的安排 即是逃犯條例 引發了大規模的民主示威 中共的回應是透過實施 港區國安法鎮壓 粉碎香港 僅餘的自治 並形容中共全面接管的50年過渡期 在實際上縮短了一半 並直言自由市場已經受到獨裁統治的尋種束縛 坦白說 這種束縛 我們香港人 尤其是留下的一群 現在很明顯是深深感受得到 他們說是極權的統治 又或者是專制 無論 怎樣也好 香港的一國兩制 已經走光了 變形了 好了 至於 中國的因素 羅琪指出香港股市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大陸的槓桿市場 但大陸經濟陷入困境 地方債務通縮及人口等結構性問題 加上疫情的影響 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周期性壓力 中引發長達三年的熊市 大陸的 一心三百指數從2021年 春季的高峰下跌了40%以上 恆生指數同期 亦跌了差不多50% 羅琪表示 2018年以來 中美競爭越演熱烈 香港已深陷交火之中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下 香港的亞洲盟友被迫在中美之間 選邊站 導致香港與其他 亞洲貿易夥伴之間 產生 格核 可能對外貿 總額GDP 達192%的香港 產生巨大的影響 現在他講了三點 其實我們 早就知道 但是外國如果這樣看香港 其實是很大件事 什麼意思呢 中央 現在騙不了我們香港絕大部分人 因為極權或者專制的統治之下 香港有很多人走 好了 是不是完全沒有外國人在香港生活做生意呢 其實不是 是近這年多 疫情的時候就被迫縮減業務 因為香港遲遲不開關 所以他們就將 他們的總部或者想投資的地方 主要去東南亞或者新加坡市場 好了 開關之後 香港政府種種的打壓 以及 意識形態各方面的原因 導致外資 根本就不想再在香港 求資 更加不會加大香港的業務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知道 香港和以前不一樣 好了 羅奇 雖然 曾經是摩根大通 一個 亞洲區的經濟分析師 或者是顧問 也曾經 看好香港和國內的經濟 但是坦白說 其實他們被騙了 為什麼 中國的經濟 早在2016、2017年後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其實國內的商家 尤其是 一些地產的投資者 金融投資者 他們是知道的 只不過有時候沒有辦法 深陷其中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他們覺得 這個氣球還沒爆 就繼續玩下去 但是他們也知道 遲早會爆 所以很多時候會套現 然後 叫家屬移民去外國 坦白說 賬面上有5000億 他能夠帶走到5億 已經很開心了 國內的 商圈裏面的商家 好了 在金融投資者方面 國內的股市 崩塌 其實由去年開始 我已經不停地說了 中國的金融風暴 現在的邏輯可能是 去年出席了國內的經濟峰會 到現在計算的時間大概10個月 他完完全全就覺醒了 又或者 他收的錢的時間到期了 不能夠再說好話 他也覺得 就算他未來 再說 中國經濟會好 V型反彈 這些說話 是不會再有人相信的 也有可能 中央沒有付錢 所以 突然 就調轉窗頭 真真正正 將 他內心的說話 現在說出來 他就說 香港很可能會陷入 大陸製造的陷阱中 羅奇分析香港沒有政治回旋空間 選擇自己該走的路 對於中美 緊張的局勢和美國外交的政策 他亦沒看到解決的捷徑 他其實說得很清楚 中美關係 就是摧毀香港的最後一根稻草 大家也知道 中國和香港的關係 其實是很特別的 中國 是很需要一個窗口的 每一個領導人都覺得要的 但是習帝不知為何 在2019年 之後就覺得不需要 是因為他一早覺得不需要 但是他做不到 還是2020年香港的逃犯條例給了一個機會 急速向左 給了一個借口 完全收回香港的勢力 用 國安法 現在還加上23條 所以 現在羅奇認為 壞消息都已經反映在 港股的截樣上 羅奇指出 大陸政府的刺激措施 可能會引發暫時的反彈 不過抱有懷疑的投資者 需要從北京方面看出更多的行動 不僅僅是 其陳舊的逆周期 策略中的 措施 老實說 你不外乎就是 課金、舊市 這些招數 其實出了很多 印了很多錢 有沒有用 沒有用 只要你 扔錢 股市 國內的人就抽走 當然不是小市民 小市民 賣得多少 主要就是那些證券公司 大型的 股票基金公司 看到 不用洩很多 就立即賣 所以中央 禁了不讓這些 大型的公司 賣股 老實說 去到這裡 不是什麼警號 已經可以定了案 宣佈 國內的股市死亡 你哪有 一個國家一個股市 只是不讓人賣 國內的股票 去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在我眼中 一文不值 真的跟廢紙 沒有分別 如果還要 去賣入中國的股票 反彈 或者趁低吸納 我覺得 這些人是很蠢 當然 也是會有人賣 沒辦法 這個世界一定會有蠢人 有聰明人 我自問我是聰明人的 而且 很早之前已經說 中國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 未來都是賣跌的 但是你不可以賣 你不可以做空 那你 不如就不要炒 好了 羅奇 為什麼他會突然改變他的立場 是 他有一個反省 他有原因 就是 錯判習近平 羅奇曾一度成為鼓吹投資中國的華爾街代言人 他在2021年 讚文說 他過去對中國經濟是 打不死 不退的 樂觀主義者 真的 現在卻陷入深刻的懷疑 中國 即是說中共 中央政府 鎖定龍頭產業 往死裡打 這一場國家 企圖掌控企業 狼聖的戰爭 會使人民與企業失去信心 他說的 其實是由2017年打後就已經出現的 國 進 民退 沒錯 其實就是 中央知道未來的國家經濟 如果你繼續走 資本主義的自由路線 他們是怕掌控不了 是很害怕有一些資本家去反 其實尤其是2019年 你不要想著2019年 香港的逃犯條例 他們 定性為顏色革命的黑暴 少於遊行 沒有影響到國內 其實是有的 因為他們 國內的官 以及 定調 最高層定調 他們認為香港的顏色革命 是江派 或者是資本家 煽動小市民 去反政府 所以 令到 無論是香港 或者國內 打擊企業家 這是共產主義 其中必定會做的一種行為 消滅中產 因為沒有了中產的支持 窮人是不會反的 你問自己 無論你是甚麼顏色 你究竟是甚麼人 資本家 是黑五類其中一個 是 共產主義的敵人 當中 羅琪 認為 這樣 打擊國內的企業 其實很簡單 大家也知道 騰訊 阿里巴巴 萬里基金 全部都收歸國有 這些 我在幾年前已經知道 會是這樣的 他看錯了 判斷錯誤 也看錯了 習近平對意識形態的執著 他沒有想過 習思想 對國內的經濟 打擊會這麼大 他原先以為 中國夢 民族復興 這些只不過是一個口號 不會影響到 國內的經濟或者企業發展 但是 國內竟然 監管和打擊 譬如 音樂 教育培訓 線上遊戲 那麼好了 尤其是他覺得 無止境的清零政策 令到他深深恐懼 他認為習思想 這種意識形態 是可以直接導致 經濟 被摧毀 不單是香港 國內也是 所以 使他覺得國內的經濟 增長目標 這種希望就是破滅了 所以到後期 他真的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這些都是老屁股 但是外國是老屁股 老屁股 突然之間清醒 逆轉或覺醒 說話完全不同 香港的施永青已經是表表者 我真的見過施永青 40多50歲的時候 年輕的真人 我記得當時是1996年 我見過他在一個 大學導演說的 我在現場 當時我十幾歲 計算時間 差不多是28年前 沒有 老實說 他有沒有想到 28年之後 香港變成這樣 我相信他是沒有的 他也沒有想過 在中國做生意 這麼大的公司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錢 10億元 收不到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施永青 現在在他身上發生的事 只是冰山一角 我正在收集很多國內不同的數據 很多不同的詐騙案 很多國內收地 賠了的錢 到最後扔去一些金融投資項目 然後 變成賭錢陸海 石沉大海 現在收集很多這些數據 未來就會出一個節目 跟大家 詳細地說 無論怎樣也好 最後我只可以說一句 羅奇這些 中國大好友 今時今日 才好像半變 去看 壞香港經濟 甚至乎看死香港玩完 坦白說 你已經算是後知後覺 為甚麼 我們 從2020年 6月30日 打後開始 我們已經是這麼看的 或者我已經是這麼看的 過去了這三年多 和預測 一模一樣 不謀而合 繼續在這個玩完的香港生存 所以 各位 努力 自強 堅持 光明 不知何時來的 不過 你是打算移民 離開這個地方 要不就 繼續堅持 希望 會有曉光的一天 好了 今天這條片 和大家分享 這麼多 下條片再見 拜拜